3月10号骑着机车出门之后 就失踪的无姓阿嬷经过家人、景霄还有村民 五天下来的斜巡 终于在15号下午在距离大富公墓北方一公里的草丛里头 找到了阿嬷了 家人表示说发现阿嬷的时候 阿嬷嘴巴里面还吃着牧草心 而阿嬷这次能够平安无恙 家人很感谢各界的协助 在大农大夫西侧这一大片黄烟漫草中 即便多日都骗巡不着阿嬷的踪影 家人景霄与村民仍不放弃 15号下午终于传出了好消息 太久线旧男协会成员 在距离阿嬷机车停放的位置 北方约一公里处的草丛中 发现了阿嬷的身影 10号当天下午起机车外出就失踪的无姓阿嬷 家人与景霄村民便全力协巡 第二天在光复大夫公墓附近 找到了阿嬷骑乘的机车后 搜救人员锁定范围地毯室寻找 直到15号顺利找到了阿嬷 家人表示这五天阿嬷就以野草 牧草心来果腹 十中五天平安获救的无姓阿嬷高龄 88岁被救难人员发现时 虽然有些体力不知脱水的现象 但意识清晰 下方人员火速将阿嬷送医 心无大碍 阿嬷能够平安无恙回家团聚 家人感谢老天爷三神的保佑 这一次景霄与村民全力投入协巡 与帮助 家人更是由衷感恩 记者时遇蓝光复采访报道